你是朕的皇后 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名正言顺的 放开我 皇上 这么晚了 来我之后有什么事吗 这是朕的皇后 朕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朕一定就要杀你 皇上 获主你找了娘娘吧 莫莉莉 皇上 皇上 皇上不要啊 皇上 皇娘娘快走啊 滚开 你 皇上 皇上 你就饶了娘娘吧 我们一起杀 起杀 要杀冲我来 跟他们没关系 你们两个 出去 娘娘 出去 快出去 你喝多了吧 朕没有喝多 朕清醒着他 愿你跟朕说的那些话 朕随一清二楚 皇上 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啊 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 我再跟您解释解释 那朕问你 为何你会在福渊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 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渊寺 你和他们不是什么关系 我 你不要再骗了 朕是在揭穿你 我不是想再听你说话 秦少 有话好好说 别欺负我打不过你 有能耐把劫放下 你是朕的皇后 你是朕的劫发之气 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名正言顺的 你难道不清楚吗 我跟你拼了 你放开我 先生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有点 特别 还没 你 是 到 你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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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走 我有事想问你 娘娘您说 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 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 他还会再来找他吗 强迫 娘娘 这种事奴婢没经验啊 算了算了算了 要是我自己 我也不会再见他第二面的 皇上 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就不对劲 您有什么烦心的事 跟奴才说说 奴才就算帮不上忙 也能为您排解排解啊 相公公 朕正要问你 昨日朕醉酒 夜宿兴生宫 您为何不拦着朕 皇上 您夜宿皇后娘娘宫中 那 那我为什么要拦着您呀 那朕再问你 如果朕 强迫了一个人 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 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 想去看看他 你说 他能谅解朕吗 皇上 您可是九五之尊的皇上呀 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 就算要是做了什么 那也是您对他的语录恩泽 他会感激您的 朕是说 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 他能不能谅解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那就不会了 那如果这个人 带着十万分的歉意去见他 会不会得到原谅 那得看是什么情况了 皇上驾到 他竟然来了 莉莉 你快看一下 我这打扮行吗 娘娘 您的气色好极了 包括您穿衣打扮呀 也都美极了 您快去见皇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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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既然来了 怎么不进屋啊 朕觉得 进去说话不太方便 就在这里说吧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不是您说的吗 朕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 虽然你是朕的皇后 朕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 可是朕 不喜欢强求别人 做都做完了 说这些不觉得太虚伪了吗 朕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不过朕一直坚持就事论事 是非分明 所以朕向你保证 以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 再也不会做出违背你心意的事 皇上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 朕想知道 自然会知道 朕想告诉你 即便朕做了这样那样的事 也都是为了换回你的真心 从今日起 朕会用尽一切方法 来消除你的疑虑和猜忌 让你明白朕才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那 那 那你打算怎么做 从今日起 朕若是再得不到你的真心 就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 更要与你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你最好说到做到 今日 我要教你批乐奏折 批乐奏折多无趣啊 你也累了半天了 还是早点洗洗睡吧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 不要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一起做 更重要的是 你突然说得这么露骨 人家有点接受不了 坐下 你看看这个 哦 哦 哦 冲灿 哦 哦 差 冲灿 齐晟真是在暗示我 哦 爸 妈 我 张蓬蓬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这奏折的批乐 代表准乐否意四个字 批乐奏折的时候 对这四个字的运用 一定要精准 准就是一个圈 否就是一个差 你觉得不值得讨论的就是乐 你觉得难以处理 需要有大臣跟你商讨的 就是意 你听懂了吗 就是你请我愿干柴烈火 要电碧莲吗 张蓬蓬 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 你难道不明白 朕对你这般苦口婆心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主要是你总是态度暧昧 用词不到 害我总是误会您的意思 原来叉叉欧欧是这个意思 人家还以为你在暗数我呢 张蓬蓬 你能不能严肃点 看来正在对你严苛点 你才能没有精力 整天胡思乱笑 干吗 啊 啊 好棒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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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你别谢了 别谢了 别谢了 娘娘 你今天的量已经完成了 您快去睡觉吧 我原本以为啊 齐盛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 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 现在看来 他这是要整死我呀 娘娘 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 您就听他的话吧 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 将会越来越多 那样的话 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 求推倒 怎么就那么难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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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